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备战的事吧 聊备战的事 好 来 说 你一开始看到的是我们商务部发的长文是吧 那里说的是囤积食物是吧 还有一个各地方政府发的囤积物品的详单 你可能没看着吧 没关系 你说 那个里头可主要背的不是吃的 主要背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下播以后吧 你自己去查一查 你也在大陆吧 这个东西也不是属于机密吧 这个各地也都有发详情列表 我说一下这个蔡英文同志非常牛逼 她在CNN上吹句牛逼 今天让我破费了一万多元 怎么说 我说蔡英文同志特别牛逼 她在CNN上吹了一句牛逼 然后就让我破费了一万多块钱 为什么 你干嘛把自己麦毙掉 为什么 你猜为什么 为什么 谁猜得到 反正她吹完最近牛逼 没两天我们这就开始备战备荒了 嗯 然后呢 你知道什么叫做备战备荒吗 我不知道备战备荒是什么 对这个词大陆人很多老一辈人都知道 嗯 这个 这个我们家里的 岁数大的这个老豆子太太 就是要求 要求我们开始吞鸡无饼 嗯 我可以跟你说说我吞了啥东西 嗯 那个吃的方便面 矿泉水啥的这些都已经准备好了 嗯 而且全都搬到地下室了 我今天没差点没把我腰泪舌了 当然这不是我主动的啊 真是因为老人需要 想要要这么做 嗯 还有呢就是我在网上购买的 那个盖格技术器 嗯 你知道盖格技术器是干嘛的吗 技术器 算算 盖格 算数 盖格技术器 那是什么的干嘛的 测量核辐射的 嗯 另外还买了一个那个折叠的这个 太阳能电池吧 是是可以令人就懂了 那地方政府要求你们买的吗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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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 这不是地方政府要求的 那你 这是我觉得我应该买的东西 那你那你自己觉得你要买 你爱买什么就买啊 对啊 对 对啊 你自己爱买就 你知道去年就是说台海最紧张的时候 我们只有那个哪 只有那个是福建省发了那个东西 发了那个 知道吗 发了那个有关于储备的物资那些东西 但是今年 好像是中国大部分省份都发了 你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啊 这个不是我们要打仗 嗯 明白吗 这不是我们要打仗 嗯 这是我们防止要打仗 嗯 嗯 嗯 明白吗 就是台湾人为什么不用囤物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台湾是不用遭受核武器打击的 嗯 但是我们大陆 特别是经济省份 嗯 还有我们东北的工业城市 嗯 是被会遭受核武器打击的 嗯 嗯 明白吗 那么这个问题 它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博弈论的问题 嗯 你觉得这个台海问题 台湾人觉得好啊 这个这个就是说 呃大陆打台湾 然后美国不过来帮忙 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 嗯 就台湾人很很 很 就很多很绿媒吧 嗯 呃那些或者是绿党 他觉得这个事好像很简单 嘿 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嗯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你要知道 如果大陆打台湾 美国插手 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哪怕插手一个导弹 知道吗 嗯 那个问题就是 我们需不需要回击 嘿 那如果回击 那美国是否需要向我们本土发射导弹 嘿 那往我们本土发射导弹 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打击它的航母战斗群 嘿 那如果打击航母战斗群 最有效的手段是我们现有的东风21东风26D这两种 嗯 他们属于是弹道型武器 嗯 那弹道型武器是很难在 就是升空的时候识别你是否是核武器的 嘿 那如果对方认为你使用核武器 那么美方是不是有可能再抢先再使用核武器 嘿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来回升级的这么一个过程 不会了 不会使用核武器 我相信了 打台湾肯定不会使用核武器 这他妈傻子都知道 嘿 但是中美打击的情况 使用弹道武器的情况下 那里头装着核弹头谁知道 嗯 是不是 嗯 我们现在不是我们要打台湾 嗯 现在是蔡英文 被美国裹挟着 嗯 逼着我们打台湾 嗯 美军一直都有 这个人驻扎在 呃这个台湾 谁不知道 傻子都知道 这蔡英文同学怎么这么聪明 赶这个时间点上 就非要说出来 嗯 对不对 嗯 他在逼谁 他在逼谁 嗯 嗯 那你现在说出来了 那下一步 还有什么 嗯 对吧 他这个东西 其实你们台湾也列出来过 我们武统的起一个 起一个标准 其中最后面项目那条就是 当有外国军队驻扎台湾的 对不对 嗯 那他猜为那就是 诶 那我现在踩一下你们最底下这个红线 嗯 我看看你中国什么反应 你看吗 嗯 就这七个条件里头最底下那个条件 我踩一下 看看你中国什么 嗯 那中国如果没反应呢 那我是不是再往上踩一踩 好 是不是这道理 哎 嘿嘿 嘿嘿 我 我不好说 对吧 你两国论都出来了 你 十月份你抛出的两国 嗯 十月末 你又抛 给我抛出过美 嘿 你想干嘛 嘿 对不对 这都是用嘴 挑战 嘿 对不对 嘿嘿 那我问你 就如果 就以台湾现在的实力 有没有那个能力跟大陆人打 肯定是没有吧 嘿嘿 那谁在让他这么做呀 嘿 是不是美国政府 嘿 好 嘿 那美国政府为啥要这么做呢 嘿 他他怎么就这么着急 我想问的是为啥就这么着急 非得赶到今年这个时候 他这个疫情刚缓解下来 嗯 对不对 嘿 那我们也要看看 就美国现在的国债问题 是不是 是 但是他以这种方式 他他为什么拜登那么生气啊 我们西总没有去G20峰会 为什么拜登那么生气 嘿 哎呀 一个谈论气候协议的一个事 有必要那么生气吗 嗯 好 那说的是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以后的事 对 嘿 嘿 那你这个拜登在上面 没完没了的骂习总 嗯 这说明什么 他着急见习近平已经着急的不行 嗯 所以这个东西你从一套东西你推销出来 你能看到现在不是我们要打仗 嗯 是美国要打仗 美国甚至要逼着中国打仗 所以我们现在在备战 我们备战防的也不是你们台湾 防的是美国 嘿 嘿 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网上有那个美国有对中国核打击的那个 那个弹道 那个弹头分布 分布 嘿嘿 我们东北 基本遭受了50%以上的核武器 嘿 嘿 知道吗 嘿 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事特别夸张 就特别夸张 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事特别夸张 因为你们认为核武器那玩意特别厉害 嘿 但是我说实话 核武器没那么厉害 嘿 核武器连一米的深坑它都炸不出来 中国所有的地铁全是防核设施 中国有多少个地铁 没算过吗 是吧 嗯 起码能保证上亿人的生 嗯 哦 就是 就是因为老百姓对于核武器他不了解 嗯 他还更相信这个核武器 他他认为核武器的东西毁灭能力太大 所以他认为核武器这个东西不会被使用 但是真实情况核武器的毁灭没有那么强 你看广岛长起什么样 现在依然很发达吧 哎 那是当年的那个是原子弹吧 那现在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 现在那个威力是赢过广岛长起几十倍的吗 现在 我告诉你 美国有关核武器的研究 一米厚 地面上一米厚的这个混凝土都都打不碎 好 就说白了你只要有个地下室就可以 就能防得住核武 那地面上还要不要给人活 就地面是没事的 你炸完之后他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伤害的 这你不要在他爆炸的时候在地面上炸完之后从里头出了该走走 大不了过十几二十几年三十年之后你得了那个癌症 不可能当时就死的你可以看各种各样资料 真实就是这么个回事 讲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对啊 他肯定是毁灭不了人类 核武器没有那么厉害 那我们现在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拜登啊 这个睡觉桥啊 就是他他有没有这个掌控的能力 现在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老头子说话都跌三倒四的时候 他遇到大事的时候 他有没有能够理智判断的能力 这个都不好说啊 好 我们对他我们不可能中国不可能说是 我把中国的命运压到一个半死不活老头子身上 好 好 那狼哥呢 那差不多这样了好不好 啊 行 反正我说的意思总写一下 我就说一下啊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备战这个东西不是冲台湾去的 台湾也没有那个资格 冲美国的啊 对就冲的是美国的 好 哇 哇真的是原来如此啊 好那知道了 那谢谢你啊狼哥 谢谢你的这个call in啊 好谢谢谢谢谢谢 原来是备战是冲着美国来的 这个真的是 很厉害 等一下我回个讯息啊 好我来谢谢YT的斗内啊 谢谢那个YYG 我觉得吧 这哥们说的太好了 可以与得云色和开心麻花媲美了 开心麻花什么东西 建议去面试吧 还是说他得了异想症 马传宇 真习惯性装逼 这东西不是政府借机把欠账处理一下 大家应对自然灾害这些都经验不足 太缺少忧患意识了 OK好 J1 所以知道普及理工科基础教育的必要性了吧 OK好 知道了 好来 OK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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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好